好我們再說到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公布新增103例的確診病例 包括了21例的本土病例 還有82例今晚移入 各縣市現在也都爆出了確診個案 疫調足跡發現了確診者在北市 可以說是趴趴燥啊 因為新足跡呢 遍地超過20處 包括像是哪裡呢 西門的紅樓 還有人流非常多的信義百貨商圈 幾乎每一管都去過 好其中還包括了新光三一的三管 還有清光市場等等 足跡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也讓市民害怕會不會出現更多確診案例 疫情繼續燒 26號本土暴增21例境外82例 但好在沒有死亡個案 不過其中竟然又出現感染原不明個案 三重區的案22701 是三幾歲女性為業務員 因陪病需求 那3月25號到醫院自備採檢陽性 西值12.3 女業務病毒量非常高 看看26號新登的本土個案 新北站最多 除了這一例三重感染源 帶釐清個案之外 中和某公司也出現一例 研判和確診者足跡相關 而樹林科技廠群聚 擴大採檢後 新增10例 另外基隆警察群聚 則是多了5例 高雄化工廠群聚也在增4人確診 那該公司經持續擴大採檢900位 其中890位陰性 10位陽性 那這10位陽性都是員工 那有9位是本國籍 1位是外籍員工 西值介於4.1到30.5 潛藏一些黑樹沒有被我們發現 只是要不要去發現這些潛藏案例 然後引起社會恐慌 潛藏黑樹逐漸掀開 隨著北市確診足跡曝光 又怕再爆更多新案例 新北市本土個案22639 22701 以及境外個案22555 都曾在台北活動 分布足跡都在人多的百貨大樓 20日就曾搭乘捷運到西門站 22日也到過秦光市場 也在信義區百貨活動 免疫管幾乎都去過 包括統一時代百貨 成品信義店 新光三月A4管 A8管以及A9管 文中疫情 衛生局疫調匡列 每天本土確診卻越來越多 接著親民廉價到來 對抗疫情之路 恐怕全胎都要嚴正以待 記得綜合報導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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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